有時候真的是大改改到那個動線非常的不順暢 或者這邊忽然多桌出一道牆 或者他跟你要求我還聽過真的 一個房間裡面有三款壁紙 你剛剛說時程小說三個月嘛 我們總是要跟設計師溝通 你可能溝通就一個月 然後你在最基本怎麼樣也是兩個月 因為你還要扣掉那些假日不能施工的時間 所以至少就是三個月 可是溝通要溝通什麼 要怎麼樣表達自己的訴求 是不是有一些地方 就是話語上面要特別注意的重點 我覺得第一個重點就是 真的拜託要先確定預算 有時候大家會想說 比如說我預算只有 我預算有120 但是我就跟設計師講說我只有100 很多人會想說 看看能不能在100之內就做好嘛 是 對 但是有時候我也會遇到說 比方說他實際上只有100 他跟我說他有150 哦 他多爆 還打中臉充胖是喝土呢 對 然後就發現 你用150去畫了很多圖給他 就發現他只有一百的時候 你就都白畫 就是這個也要刪掉 那個也要刪掉 刪到最後就剩下一個空屋這樣子 只能做天地壁這樣子 對 都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如果要 讓那個溝通是順暢是精準的 就是建議還是 你挑了一個跟你磁場合的設計師 然後開城復工給他說你的預算 然後盡量就是 底線就是這個你不要給我增加 這樣就好 OK 給一個底線 對 那再來說要先找風水師 再找設計師 你看多重要 先找風水師 這個真的超重要 因為很多設計師看到這一點 會覺得他真的想哭 因為有時候 你跟 比如說你跟屋主溝通得很好 然後圖也都畫完了 然後他現在才去找風水師 或者是你才發現 哦 原來這個屋主 他背後的金主是他爸媽 他爸媽要求一定要看風水 所以這時候 他才把你的圖拿去給風水師看 那風水師他總是要表達說 他是有專業能力 他總是要挑三檢四一下 他總不能說很好就pass了 沒有這種風水師 沒有沒有 他一定會改 沒事這樣子 一定會改這個改那個 大改這樣 對 有時候真的是大改 改到那個動線非常的不順暢 或者這邊忽然多桌出一道牆 或者他跟你要求 我還聽過真的 一個房間裡面有三款壁紙 都不一樣 因為他要求那個方位去配合他的顏色 是 對 東方屬木 所以要配青色的 綠色的 對 西方屬近要配白色 然後你就發現整個動線 整個美感全毀 所以我會建議說 如果你們家真的 不管是你自己本人 或者是金主本人 他很在意風水的話 建議你先去找風水師 確認你要的方位 床頭或者是著作在哪兒 全部都確認好了 把這個條件規格開給設計師 設計師在針對這個規格去做設計 這樣會比較省事 那像我的朋友白白種 每一個人對於房屋的要求也不一樣 有人喜歡光 有人喜歡安靜 有人用寵物 這當中應該要怎麼樣一次列好 對 就是還是要先把這些需求都問清楚 比如說至少是人口數你要先問清楚 他是需要兩房三房四房都要先問清楚 而且他的年齡層也要顧慮到 年齡層 對 比方說家裡有幼兒或是長者 也許長者他就會需要顧慮到無障礙空間的尺度的問題 對 或者是譬如說幼兒他要防疊 也許你就不要鋪什麼拋光磚 讓他疊起來會很痛 你也許是用木頭的地板會比較好 小朋友會衝 就類似這種材質跟尺度就會跟居住者的年齡層有關 再來就有一些譬如說特殊需求 像有些人他就喜歡 你看 養貓的 養貓養狗 所以家裡需要貓盜嗎 貓盜 貓盜 或者是養狗他可能需要在玄關就有一個洗腳台 這種我都有遇過 對 因為狗狗散步回來腳都髒的 他想要洗一洗再帶進去 對 就是有這種需求 或者是有些人他有音響方面的需求 那個隔音就很重要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 就是功能面就是水電這些一定要搞好 水電 水電真的是最重要 就是尤其是假設你的書房 光是插座不夠這件事情就很痛苦 對 電腦周邊插座一堆延長線 超難過 如果用延長線的話 會不會有安全上的疑慮嗎 一定會有對不對 因為你每個插座的回路那個 電是固定的 你插太多真的會跳 至少是我也不知道怎麼列啊 比如說我大概知道我的書房要兩三個插座 那我要怎麼跟我設計師溝通 你先看看你同時間會使用的那幾個 比如說你光是電腦本身 然後你如果又外接一個喇叭 或在外接一個什麼攝影機 放大的螢幕 你同時間會使用的是幾個 大螢幕像八爪一樣 都是Network的韓劇 或者光是網美燈就八爪 就是直播會幹嘛 就是你同時間會插電的那個需求是多少 那一個插座不是至少兩個孔嗎 所以你看你要幾個 OK 對至少要夠用 夠用真的很重要 那做了這麼多之後 我發現你的建議是最後我們才考慮風格 因為我超多朋友就說超模的這樣住 然後就是這個特色 我就說它這個風格 我就走北洋極簡風 大部分人都會先講求風格 但其實風格是最後面的事 因為我們一定要把機能都先滿足了 才會講風格 那風格其實你可以靠後面的一些表面的飾材 或者是軟裝去營造 所以那個比較不是太重要的事情